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特别喜欢玩网络游戏 当时玩游戏的时候也是有很多方法的技巧 可以让你和女生愉快玩传 今天又请了我们的女嘉宾琪琪 让她来跟我一起演绎给大家看一看 游戏把妹的实操策略 今天我们又请了许久不见的女嘉宾琪琪 哈喽 对好久不见真的变得好漂亮啊 琪琪琪平时喜欢来网络游戏吗 我还好我不怎么喜欢玩游戏 不想玩游戏 对 但是如果男朋友要你来网络游戏 你会陪她来吗 我肯定会陪 肯定会陪 你真的很好啊 我是中国好女友 我是个单身 对 哈哈哈哈 什么意思啊 到时候微博圈你啊单身 那么其实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热心的网友 他们谈恋爱他们是学生嘛 那么可能平时没有太多的这个金钱 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时间去其他地方玩 那么大家约会的场所呢 往往就是在网吧 对因为现在很多女生也喜欢玩撸啊撸嘛 玩什么网络游戏 说今天呢浪哥呢要告诉大家 其实呢我们在网吧一样可以把妹的 那比如说就像现在这样子 我们来到一个网吧 对 记住一点 你来网吧玩游戏开心快乐最重要 嗯 所以说呢你还是要去练习一下女生玩了这个游戏的一个你的能力 就是笨蛋还是不要在网吧玩游戏了 就如果你没有游戏天赋 你比妹在开真的就很崩溃的 对女生会直接就敲键盘 就不好 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个大神的姿态 来带领女生 对吧 当然呢 这个 这个 这个是第一点 就是玩游戏玩开心 当然很多朋友可能说 哇浪哥那玩游戏玩开心的 妹子玩得很开心 怎么办 一定要很忙 还是要互动 对 就说为什么要把女生带到这个线下来玩游戏 就是要增加你们互动的感觉 因为我知道很多在网上玩游戏 开黑 大家见不到面 其实妹子只是在玩游戏 但是如果在一起玩游戏 中间互动 我赶紧的赶紧的看 互动就来了 然后呢 我说你怎么回事 就有这种肢体欲言 我说下路赶紧的 我在下路准备抓 准备抓 好 我先闪现 对吧 这种感觉 就让妹子感觉到你是在互动 怎么样 然后呢 当然呢 就很多时候 你要干嘛呢 学会去 学会去这个操作 比如说妹子在玩游戏 我说你 手又来了 手又来了 不是这样搞的 来你给我补个刀看一下 对 要补个刀 我教你这个时候 对吧 来这样看 对吧 你握键盘的方式错了 你这样的话 手不拎你 这种感觉就来了 对吧 当然呢 当妹子在玩游戏的时候 你也可以猥琐她 就是她玩游戏 你看着她 去搞她的衣服 或者怎么样 对 因为很简单 妹子她玩游戏 她没有精力来管理 知道吧 对 就说妹子她玩游戏 很认真 你在旁边 今天穿的是黑色的 对 给我看一下 你说会说 哎呀你不要烦我 对 你说她不烦你不烦你 然后手就开始摸摸搞搞 摸摸搞搞 对吧 妹子说妹子过后发现干嘛呢 就在 对吧 才反应过来 你已经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了 当然 最后关键点 那个要告诉大家 真的把妹 那么玩通宵 哇 就太棒了 玩通宵 真的玩通宵就太棒了 很多小画面 其实这里已经是一个什么 私密空间 晚上这个地方一关门 哇 什么都不知道 对吧 前半夜任何人打游戏 后半夜说 亲爱的累了 我们选个电影一起看吧 对吧 哇这个空调开这么大 好冷啊 对吧 然后我们来摟摟着看 来点开一个这个 哇这个小视频 对吧 看着看着 你就说 亲爱的 这地方有没有人 要不来点刺激的感觉 哇 这个太棒了 知道吧 对吧 你连房费都省了 包个月八块钱 还送面包 知道吧 原来我大学的时候 有没有网吧 还送面包 对包个月八块钱 送咖啡送面包 哇 真的是不要太好 还行 吃吃咖啡 保暖意 吃吃淫欲 在这里愉快玩耍一下 对吧 当然呢 这个 你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 在网吧的这样子的 和女生怎么互动的 和她身高关系的方法 关注微信公众号 浪记教育 回复网吧二字 你就知道 什么叫做靠谱二字 好 其实呢 我们之前聊了很多的 这种把妹的方式 那么很多宅男说 哇 浪哥能不能就是说 通过玩游戏把妹 其实呢 这个呢 我是很有机会的 对吧 比如说 就说当然 玩游戏把妹 不是说我俩 出来了过后 在这里 坐在这里玩王者王妖 或者说去干嘛 去搞一下午 那么没有互动的把妹 绝对不是把妹 那么游戏把妹 关键点 还是在于把妹 对 而不是玩游戏 所以说呢 我们要互动 那么现在呢 我们浪记教育呢 又给大家挖掘了很多好玩的游戏 叫什么 手机大滑骰 大滑骰 就是去酒班呢 去什么KTV啊 玩的那种 摇的那骰子 三个三那个呢 对吧 那你不可能每天把骰子在身上 对 对吧 和女生出来约会来 拿个骰子出来我们来玩吧 那么所以说下下这个APP 对吧 点一下 很简单的 他点一下 就摇 一样的道理 但是呢 关键不在于玩这个游戏 比如说我有一个 互动 互动 对 怎么互动呢 就说我们玩这个游戏呢 输了的话就真心化大冒险 哦 好新鲜啊 就看游戏 所以说呢 我赢了过后呢 可以选择问你一个问题 或者说让你做个事情 对 比如说我赢了过后 我让你 对 对吧 或者说 你赢了过后呢 这个 我回答一个问题 但问的问题呢 就有一些 小内容 比如说 诶 这个 诶 什么 什么 什么身材是这个 ABCD 这个大家可以问起来了 所以 当然呢 这个 关键点在于什么呢 关键点就在于你有这样的游戏 你和女生在什么下午茶也好 在喝咖啡也好 你们可以多一个互动的选择 对 就比如说很多的 我们的很多兄弟他不知道 他说浪哥 我下午和女生约会 我们聊什么东西 对不对 当你知道 不知道自己聊什么东西 比如说很尴尬的时候 他玩手机 你可以说 你这么玩 这么喜欢玩手机 我跟你来一起玩个手机游戏 用你的游戏呢 又占据了女人的手机 他没有手机可以用 他只能给你玩游戏 所以造成了互动 当然呢 很多兄弟说 浪哥 你哪里找了这么多游戏 还有除了这游戏以外 还有什么更牛逼的互动游戏呢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浪迹教育 回复游戏二字 大量的小游戏 推演给大家 好 其实呢我们玩游戏呢 游戏把妹嘛 把妹的是核心 万变不离其中 就是我们玩游戏呢 一定要玩到家里去 当然呢你在这个玩游戏最主要的呢 是在家里玩游戏 有个私密的空间 那么关键点就来了 那么这个玩游戏 其实只是一个 你转移回家的一个借口 对 对吧 其实呢女生有些时候也心知肚明 所以呢 你家里面呢需要一些就是游戏机 当然呢像这种小霸王其乐无穷 这种 对 这种 这种是很古老的可能没有 但是呢旁边的这种 PSP 不是 PS Playstation 应该有很多人是有的 当然呢 还有一些掌机 PSP 是ok的 那么你跟女生说 哇 你说 这个我今天不想去了 也不想逛街 嗯 对吧 妹子说干嘛 你说我最近又 喜欢上了 就是回顾童年 回顾童年 要不陪我家去跟我一起回顾童年 对吧 还说怎么回头年 我说我昨天在收拾家 准备搬家嘛 嗯 在收拾房间的时候 居然翻出来我小学五年级 小霸王 用的小霸王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对吧 好 于是呢 妹子家里面 当然呢 一来绝对是要玩游戏 然后呢 玩的时候他很笨 你就可以说你怎么这么笨 我来教你玩 对吧 对 因为小时候呢 对吧 比如说我们玩拳环 对吧 我告诉你 他这样的 下上 下上前 按B 嗯 就是可以 发招数 嗯 对吧 对 还有声音哈 对吧 下上前就可以玩招数 那么当然第一个 第二个呢 在跟这个 玩游戏的时候 你可以一边玩 你说 亲爱的 这个我一边玩游戏 你一边给我按摩 对 对 然后呢 女生就有这种互动 对吧 有这种互动 然后你也可以跟他按摩 当然当然呢 这个玩游戏 只是开始 对吧 开始的时候 一定要玩游戏很专注 当然呢 玩完游戏过后 才是关键 对吧 比如说你玩的超级马力奥 你就玩到第三关 你说我打不过去 太困难了 这个游戏太难了 不玩了 知道吧 不玩了 这个电视怎么样 一关掉 马上小电影换起来 开玩笑 对吧 当然呢 不玩游戏过后呢 你就说好累啊 我要开在船上 帮我按摩一下 刚刚我用脑过度了 帮我来船上按摩一下 那么又到了 私密朋友的套路 对吧 如果你这个时候 你还不知道怎么操作 可以关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 浪迹教育 回复四个字 私密空间 告诉你怎么样 玩完游戏过后呢 和女生愉快的玩耍 好 那么以上呢 这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所有的 爱游戏和女生愉快玩耍的一些 小技巧小方法 那么更多的干货呢 就像片中一样的 可以关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 浪迹教育 或者是下载我们的APP 去搜索浪迹教育 就OK了 如何添加浪迹教育 微信公众号 在添加朋友里 点击公众号 在搜索框里 收入浪迹教育 点击浪迹教育 点击关注 现在我们的APP呢 又新上线了这个新的功能 什么功能呢 就是话题 没有任何的疑问 有什么两性关系的问题 都可以在话题上面去提问 同时呢 还可以圈我们的导师 给你针对新的解决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 给大家录出到这里 更多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